净空法师之家庭教育专辑散财是你宝财最妙的方法。 一中国俗话说,量大福大,你的心量愈大,福就愈大。 所以是出世间,谁的福报最大? 佛的福报最大? 为什么最大? 佛的心量是心包太虚,量周杀戒,他的福怎么会不大? 二我们要想的大福报,一定要学佛,把心量拓开,去关心一切众生,特别是苦难的众生。 这世界上有不少在受苦受难的众生,也有一些生活过得很惬意,很自在的众生,他们有莫有难。 同样在受难,一个是身心受折磨,一个是迷惑颠倒,造作罪业,那也在遭难。 三是奸人哪个不遭难? 除了很少数真正觉悟了的人,觉悟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这众人不遭难,除此之外,可以说莫有不遭难的。 四诸佛菩萨,古圣先贤教导我们,父有是福报,福报不要想尽,福报想尽了,业障现前,就要堕三恶道。 不会记得的人,福报再多,都有想尽的时候。 什么时候尽? 谁也说不定。 五佛在经上常常警告我们,才为五家共有,你哪能保得住? 为什么不把他散掉? 为什么不拿这些钱财去救济那些受苦受难的人? 六你有财富,只知道自己享受,你不肯救济别人,有莫有罪过? 有。 什么罪过? 增长贪心,增长吝啬。 贪恋在六道里头跟每一道相应,跟恶鬼道相应。 如果贪恋中了,就跟得欲道相应。 七佛教给我们,散财是你保财最妙的方法,你能够舍财,能够散财,你决定不会做恶鬼。 世间人都想把自己的财富保全,将来好好的受用,不至于遭遇到贫困之苦, 可是往往老天不从人愿,用尽了心机,还是保不住。 实在讲,这是不听佛的教诲。 把佛教给我们的,那真教万全之计,可是世间人相信的少,不相信的多。 要知道,你命里面有多少财富,决定丢不掉的,你散掉,过几天它又来了,你若不散,不散就这么多,而且丢掉之后,就不会再来了。 这个散财叫不失,你多做社会慈善救济的好事,那你的财就越来越多,才是这魔机来的。 死亡活着。